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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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會變差 所以我會寧願早點起床 起床那一刻是很開心的 我全天都會非常非常有效 今集的這位歌手 近年他跟自己的團隊 製作了一首很有叫作的作品 最近他的祝福三部曲來到最終章 他就是Vinci 穎儀 你好,Vinci 你好 你好 經過兩首作品之後 來到最終章 這三首歌曲的歌名挺負責 我也知道你沒有分別的次序 也曾經想過第三首作品 《無能為力》 試過中間的那首排台也未定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構思或聯想? 本來最終章《無能為力》 是寫了先的 之前的第二部分, 一了八了 那時候我想在曲風上 每一次都有一個轉變 因為我第一次轉變 就是《同歸於盡》 比較慢一點, 《Dream Pop》 那我就想 下一首不如高能量一點 跟公司的團隊談完之後 不如你試試… 你很久沒有唱歌曲之後 唱歌曲的歌曲 不如你試試唱多一首歌曲 就是唱歌曲的感覺 其實大家有點糾結 因為很突如其來 我沒有打算唱歌曲的 因為我對於出慢歌曲 現在比較執著一點 這個團隊其實也不屬於 出了很多唱歌曲的歌曲 其實也比較經典的感覺 但最後寫了一首超級難唱的唱歌曲 超級難唱 是《一了八了》 對, 第三個就是《無能為力》 換句話, 其實你的擺位 基本上這三首歌曲 這三部曲其實是無所謂的 其實先後次序 本身為何想一了八了 是最尾的呢 因為名字似乎是… 一了成就八了 好像有些圓結的感覺 有一百個 但其實沒有 概念這件事 你想到甚麼都可以再延伸 無能為力還是繼續有力走開 其實也無所謂 因為我知道這次其實你和你們的團隊 已經是合作了… 哇, 結尾這麼多首歌 已經四年了 已經合作了 就是馮永琦 是 秀耀輝老師 就是詞的部分 CM Groovy 就是編曲 還有MV也是的 阿星就是… 你們五個人這個團隊 其實要繼續再做不同的系列 其實也應該有一定的難度 或者是壓力 你們怎樣去談這次的題目 去到生命那樣都大半生了 然後開始發覺身邊很多人會離去 可能打開社交媒體 都會看到一些負面的新聞 我覺得這件事 都不能避免生死的課題 是 其實也要接受的 可能是心情準備好 心情準備好自己 所以課題本身就是生死的 但是因為年初就不想一來就說 變成2023年 今年的課題就是生死 生死的系列 就像是灰的 是 是 是 那就推動了 都是輝哥的想法 不如不要那麼直接 不如你去說生死 不如你去祝福大家 三部曲就變成祝福三部曲 是 好像課回第三部曲 最終章這一首 我看到中間是刻意地有歌名 是格一格的 就是無能、為力 是怎樣的構思 本身年初想了三個名字 是真的四個字合在一起 是 到年尾的時候 有個同事就問 你會否覺得格一格好一點 然後就像你這樣說 普通市民就會覺得這個字 是很負面 是 但是我怎樣去加強大掛 告訴大家 其實意念上是一個顛覆的負面 中間斷就斷真是無能 是一件事 就是無能、轉化、為力 而不是覺得自己沒用 透過這三首歌曲 即是祝福三部曲 其實是想樂迷接收到甚麼 凡事… 我覺得不只是看一面 事情可能你現在覺得很糟糕 其實可能是一個機會給你 很多東西都要有耐性 以及用心去了解 你才去判斷別人 那你在演繹上 你怎樣去跟耀輝sir去談 究竟這份歌詞 究竟是賦予你唱的時候 究竟要怎樣做呢 都花了一點時間去研究 也有的 我覺得前面因為比較低 因為我的歌曲 普遍都開得比較高級的 但是這首歌 唯獨前面的節奏是挺沉的 那我就很想很拿摩地去唱 監製他們就… 再給了一個概念 就是… 那不如你嘗試唱得好像… 逆征逆斜一樣 因為Vicky寫這首歌時 她是想著女死神去寫的 其實有本文方是怎樣解釋的 因為她是生死的 好像很令人害怕 但其實也沒有人見過真正的死神 可能她是普通人 其實也很有同理心 只不過是她的工作 我要帶走你 對,其實她也不想的 所以在演繹裡面 就加了這個質地 有時好像她是奸的 有時又是忠的 有時她好像有點情感 因為很容易 你唱唱一下 沒有留意,你也是 好像自己都會… 好像都是負面的 但不是的 其實是想給大家一個能量 所以我最後堅持 還是要發放一種力量的唱法去唱 其實音樂部份 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這次 整個都是,是CG的效果 其實在上一首歌曲 《一料八了》 我也看到已經有少許CG的成分 是… 是不是玩上癮 跟MV導演阿Sing 已經想過 不如這次可以再玩得盡一點 其實她不會做一些 自己沒有信心的事 因為她覺得 控制不了質素 對自己要求的單位 因為《一料八了》 挺好的 而且在大家外界出了街後 也有些讚賞的聲音 她有信心 她覺得我可以再玩得盡一點 在時間上 因為CG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花長時間去做 不是對的,你退後了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祝福 退後再退後 因為本來是十一月想出的 是 她們之後就不算了 是 不要太急了 做好一點 做一求正一點 對,而且又挺圓滿 年尾到差不多最後一天 跟大家說 準備了,2024年有… 對,所有無能的事 不忘記她,我們就去維力 她又多了一些空間 給她和她的團隊再調整出來 才能得到這個效果 這次就完成了這個三部曲 已經是跟這個團隊… 我想是第五個三部曲 我都忘記做了 我真的忘記了,第五個 對 其實你自己會不會有很多 不同的進入和想法 很想在未來的日子 或者2024年走下去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 我不是收到我每一首歌的訊息 所以我2024年就不會三部曲 這樣走下去 題材上或者曲風上 都玩一些新的東西呢? 一說新的東西就說 有什麼東西沒玩過,很大壓力 其實你也還有很多東西沒玩過 對 對,我會覺得那個質感比較男人 對,因為我的歌曲如果… 油… 油,因為油… 鬼味一點 對… 你也會感覺到女性海爾蒙多一點 我好像沒試過更加光烈的東西 看看如何更加光烈 配合我自己的氣質 我也期待,2024年 穎儀,下一次究竟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帶給大家 好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好… 萬事萬物有時後 愈來 無能為力高 Cops 呈你 叫我啊 有甚麼五遍 是 以為我 在未來的 王 喜抱 會往上放 雪片會向下遊 唱被愛裙出悲酒 不懂得抵抗命 不懂得改变 文章诗篇都自在游手 想要上百万条纸 可怕不得不顾理由 当我想跟你在手 谁又最终跟我走 无能为力将一切还留 与一杀不佑 我靠向你坚持 你吻到我心头 统统都不想以后 无能为力追一切尽头 爱从来不够 万事万物有时候 原来 原来 无能为力将 放置自创得太荒漏 没法敲适的门口 我 宁愿最谦卑的自由 无能但有力接受 无能为力将一切还留 看 一切多么剔头 我靠向你坚持 你吻到我心头 想以的相意度 以后无能为力追 一切尽大 要一杀多么足够 万事万物有时候 结尽大 结尾 结尾 无能为力 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